5月4日人民正邪网发布了一段陶阳接受专访的视频 在视频中陶阳讲述了自己的学艺经历 讲述了品德的重要性 表示要学习先学做人 品德就是股价 才华就是装修 看到陶阳接受人民正邪网专访代表青少年发言 粉丝直呼陶阳真给师傅郭德纲争光 意义真是非同一般 与此同时陶阳还讲述了疫情对演出行业带来的影响 表示趁着这段时间自己歇人不歇马 针对之前的演出的不足进行茶漏不缺 以便在以后的演出中用最好的状态和作品回馈大家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让陶阳这样的优秀青年发声 也是呼吁大家学习陶阳对优秀的品质 以及对事业的刻苦用心 毕竟陶阳给人的感觉就是 他虽然年轻 但对待艺术的时候 他却非常的认真 俨然给人一种老艺术家的感觉 在视频中 陶阳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麒麟巨社的京剧演员 随后 陶阳表示学艺的时候 师傅郭德纲告诉他 未曾学艺先做人 看到陶阳这么说 一时间也是引发粉丝的热议 有粉丝表示 德云社对品德这一块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他们知道在学艺之路上 品德不过关是走不长远的 而这些也可以从德云社对待观众的态度上进行阐述 熟悉德云社的粉丝是知道的 在小剧场演出的时候 有些演员因琐事而怼观众被迫停演 当然发生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原因在观众 有时候原因在演员 而德云社对于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不允许的 用停演的方式让演员反省 让演员冷静 除此之外 张赫伦也曾讲述过 自己因接一位老艺人的话 说出不屑的话语 被师傅停演的事情 而除了处罚之外 德云社的演员在这方面也有着很好的模仿 遇到老艺人的时候 德云社演员会毕恭毕敬的问好 介绍自己 在短视频平台上 有很多老艺术家到德云社后台探班的画面 而这个时候 德云社演员也都是毕恭毕敬的 回应着对方的询问 而之所以这样 德云社演员也曾回应过 看长辈师兄这么做 觉得很好 大家也争相模仿了 话说回来 看到陶阳接受专访 有粉丝表示 陶阳的品德是值得肯定的 能得到官方的认可 这就是最好的佐证 当然从这次专访中也看出了 优秀的青年演员到哪都是受欢迎的 说到这儿 有粉丝表示 师傅郭德纲看到陶阳接受专访 肯定是非常开心 毕竟他对陶阳是非常的疼爱 估计一会儿师傅郭德纲 就该转发这条动态了 在此也希望疫情过去 陶阳能够在舞台上给大家 带来更好的表现 也希望他的作品得到更多人的喜爱